年, 又過年 我打算很簡單 我打算應該去一劈 一聽就覺得 他已經控制了每一個字 他想怎樣做 我很記得他一件事 他會經常叫肚餓 他一人知道他還沒錄音拍到我 我想問, 為何你會選擇 做錄音CD的學業 我當時很喜歡買碟 那些CD我會打開那本書 看到那些書裡面會有很多名字 我會看他們做什麼 你不是看藝人, 除了留意多詞 會留意編曲 是, 因為沒有工作 除了聽歌時, 會拿著那本書 看著, 有時看到電視 就覺得我聽歌會覺得很好聽 但我看著電視 可能有時聽到他們唱直播 就覺得這樣 然後我就知道… 你意思是這樣的?是什麼意思 原來他本來是這樣唱的 如果到這張碟上 他可以變得這麼好聽 我就想, 我一定要做到這件事 我當時很記得 財神功 可以唱一次來聽聽嗎? 我想聽見牆板 是否草莓幫你錄音樂 對, 我當時只在唱 年幼哥, 年幼哥, 年幼哥 我打算很簡單 我打算他應該一踢過 他一快五分鐘後就擊敗 誰知道我唱完第一次 草莓說 我覺得你可以再興奮一點 有些賀年感受 你年幼哥, 年幼哥 我已經很開心了 我明白 這個情況是草莓出現了嗎? 例如我們在幕前覺得別人看見我們的影像 我們笑得很開心 對… 但你錄音樂只是聽聲音而已 聲音要再跨一點 補充得多一點 對, 因為有時候動作比較多 那時候你會覺得很開心 聽不到動作, 是嗎? 對, 聽出來可能沒什麼特別 所以我就是想把聲音讓他開心一點 聽聞, 如果唱得多難聽也好 真的可以調整整首歌變得很好聽 是真的嗎? 如果他唱得真的, 你就這樣讀出來 其實我可以調整到他合音 但那個合音的問題 不是代表歌手歌會很好聽 第一個幫他錄的歌手是誰 葉子恒姐 黑了 然後就是第一次 那豈不是很耐力 對, 你說也不敢說話 應該當時很緊張 對, 有一點, 但又會… 我可以的 他來到工作室那一刻 你打開門口才看見 葉子恒姐一定一早已經知道 不知道 那就很大壓力 葉子恒姐第一句跟你說了什麼 很高興, 他想不到 先點下午茶 還是什麼 他已經買了下午茶 買了下午茶 曾經合作的歌手有多少個 數不得 難忘了哪一個 除了你第一次跟葉子恒姐姐錄音 Jam有六個 是 曾智琦 曾智琦 錄哪一首 大肺那首 李把我冠罪 黃大肺的李把我冠罪 超好聽, 你們沒聽過 他唱有六首 他已經連結我 我真的沒什麼去搞 反過來 我是擔心的 他唱兩三帖, 還可以 其實那首歌 我記得當時只錄了10帖 是 整首歌都算開聲10帖 通常開聲要多少帖 譬如普通的歌手 普通的歌手 看他那天的狀態 如果他不精神 或者那把聲音 可能真的沒剛睡醒過來 就要多開幾次 可能也要五、六帖 對 頂級的歌 你覺得他厲害在什麼 你第一次聽的時候 一聽一聽就覺得他已經控制了 整個字他想怎樣做 很厲害 因為其實要想過 他因為錯有意義 不可以這麼唱 你可能用聽還是用實 都是不同的 之前我們請過趙僧希老師 說過妹姐要找人陪他 有些歌手要不穿鞋 你錄過一些… 不穿鞋就常有 是嗎? 不穿鞋就舒服 因為他們會… 對… 對嗎? 不是,我可以穿鞋 不穿鞋就不穿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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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會得分…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們喜歡不穿鞋 因為有時候可能你的鞋子有肘 有時候會穿鞋 但你站不穿 你唱得很好聽 突然會吹一吹 吹吹… 聽了一支 因為你站不穿 其實會令你的聲音 出現沒有那麼穩困 對,就是力和力 因為那鞋子用不了力 對,因為那鞋子 那誰有最多小習慣 有趣的 為何你唱歌會這樣做呢? 他今天不在 你的歌手不在 即是大祖兒? 公司的 大祖兒? 我很記得他一件事 他會經常叫吐餓 他一人知道他還沒錄音 已經吐餓了 很符合他的性格 但這件事是真的 其實不只是他一個人 因為可能他們一唱歌 其實燒了很多能力 對 很專注 而且有人說 唱歌之前要吃飯 對,他真的… 但現在誰呢? 突然有帶一碗飯來 突然有帶一碗飯嗎? 我想吃飯 對 對, nhưng朋友 吃飯 obliv定